郭文貴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長官閣下 今天我發言的題目是多措並舉支持青年群體職業發展 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大報告中特別提出 青年強 則國強 當代的中國青年生奉其事 施展才幹的舞台廣闊 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榮 然而現實的情況不容樂觀 自疫情爆發至今 本地居民失業率已突破5% 自至今年第二季度 16至34歲的青年失業率高達11.7% 本人每天都收到大量失業的青年的求助 儘管勞工事務局積極舉辦就業配對的活動 但配對的職位相對基礎 無法發揮本老青年人的學識 目前 政府應重視扶持本老有學歷 有志向的青年群體 為他們提供一個廣闊的施展才幹的舞台 例如增加青年人進入本老公務員團隊的機會 然而 由於現時的公務團隊的舊有制度問題 部分工作年資已超過36至40年以上的公務員 至今無法正常退休 需要繼續工作 針對公職金制度退休的公務員為達公平公正 政府應發放家庭年資及房屋津貼給他們 此外 舊有制度的存在 亦妨礙年青一代進入公務員團隊 令現時畢業生失去發揮才能的機會 所以 希望掌管閣下能彈性處理上述退休的問題 騰出更多職位 讓更多年青人進入公務員團隊 同時 政府還應與本地的各間博企和更多大灣區企業 聯合為青年人提供與其專業相符的正式工作 並定期公布為年輕人提供的實習 正式工作的數據成果 就上述有關的培養本老青年人才的問題 希望能得到掌管閣下的回答 多謝長官 多謝主席